大家好,又到了禮拜五的时间 今天我是要来介绍 我的年度的桌历里面的图到底是用什么软体画的 其实我本身如果不用电脑的软体画图的话 我应该都是会用水彩、亚克力或者是色铅笔 尤其是色铅笔是我最常使用的创作媒材 在这个图像上面大部分的朋友会跟我说 这看起来好可爱哦,你是怎么画的呢? 那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解答 其实我是用Adobe的Fresco这个APP软体来画的 那这个软体本身呢 它其实是从Adobe的Sketch这个软体变身而来的 那它的功能就比原本它的那个Sketch的这个软体要来的更强大一些 那当然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 那跟Procreate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在没有Procreate之前 我都是已经很习惯用Adobe的Sketch 那它的简单的使用功能对我来说就是很好入手 那一直到Procreate出现之后呢 其实我有一开始有一点不太习惯 Procreate的一个界面上面的使用 那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使用Adobe的 它整个里面的绘图软体的一个思考模式 所以后来我们转变成为就是Adobe的Fresco这个软体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较快能够适应 那相对于Procreate能够做的更多更多的一些 就是在功能上面的精进或者是一些创作的 比如说笔刷的创作啊 然后一些其他一些更细节上面的运用上 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比Fresco要来的再厉害一些 那这些图啊其实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 我通常画图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 就是不会让自己困扰的笔刷 我所谓不会让自己困扰的笔刷呢 就是我用最基本的两款笔刷来完成我想要完成的插画 那一个当然就是水彩的笔刷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色铅笔的笔刷 OK那所以其实就是很简单可以看到 我的图像啊大部分在色块上面呢 呃就是呈现是水彩的效果居多 然后细节的地方呢我就会是以色铅笔的笔触 就是铅笔的笔触来去做一些细部的调整 那这样子的绘画是让我就是比较能够着重在我的创意的表现 我不想要在太长的时间之内去做太多的细节表现了 而是我想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呢 把我想要讲的我想要呈现的那个概念跟可爱的风格 直接就呈现出来 那所以这些创作本身呢就是简单的就是用两种笔触就能够完成 那字的部分呢其实也都是大部分都是用色铅笔去 这个笔触来去画的 OK那我今天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绘画的这个图的过程 它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缩时摄影 那不管是Procreate呢还是Fresco 其实我觉得在平板上面画图的这个软体都有这个功能 那它就是会记录我们创作者在绘画过程当中的一个整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一张 我的主视觉这张图做梦的有梦踏实的这个图的一个过程 那它是一个缩时摄影 那可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就是持续的关注阿金 也让阿金呢能够知道大家对于这样子一个电脑绘图创作有什么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呢 那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那也希望你们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哦 然后呢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然后订阅起来开启小铃铛哦 那你的支持就是创作者最大的动力能够继续的走下去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桌例呢现在就是已经快要到已经11月了嘛 那到12月基本上就会差不多就会卖光光啦 那所剩不多就是卖完为止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帮阿金支持起来 那这个年度的桌例呢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方的连结就是文字区的连结 然后订购哦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说时摄影就放给你们看啦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